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的男孩子也想让自己年轻长得越来越帅气 我相信每个人真正的幸福不是在于他富有 不是在于他有成就 而是在于当他富有并且获得成就的时候 他还依然能够非常的年轻而充满活力 我觉得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在于成功 而是在于当你很成功的时候 你居然没有办法去享受你的成就 当你已经富有的时候 当你可以购买所有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当你可以环游世界的时候 你却没有一个良好的身体 可以去享受那个成果 我想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许许多多的人都在努力奋斗 却没有意识到他奋斗的结果 是不是这件服装配不配你 而是你配不配那件服装的时候 我想你的内心会感觉到非常的痛苦 所以对于一位女性来讲 当然对每一个人也都是一样 很重要的是当你迈向你的人生的时候 你要开始好好的规划一下 你要让你身上那些最有价值的东西 时间越长越显得有价值 而不是把你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 拿去交换那些暂时的收获 我相信如果一个人 他一辈子都不是非常富有 只是简简单单的生存 但是如果他到五十岁 还是分印忧成 他到六十岁 还是有很高的回头力 我相信 那个就叫做幸福 我相信周围那些很成功的人 看到他的时候 愿意把自己所有的财富 跟他去交换 所以 我相信今天这堂课 如果我们用心来感受和学习 会令到许许多多的人 在未来几十年的人生当中 得到一份享受 那种享受是 每一天早上起来 感觉到那种精力充沛 感觉到很愿意走到镜子面前 看一看自己 感觉到那一份发自内心的骄傲 四十岁 五十岁 依然呈现出来的分采 我想 这是每一个人都想追求的 可是呢 很多人认为 大概 要去寻找一个 神秘的 美容配方 要去寻找一个 神秘的 化妆技术 要去寻找一个 神秘的 食物组合 或者 某些特效的 东西 他们认为 那样 可以找到一个途径 让自己 变得很年轻 我想 那一些方法 多多少少 会在 你的人生当中 起到一点作用 但是 你要知道 你的细胞 每天都在新陈代谢 你的身体的活力 你体内的养分的均衡程度 你能量是否充沛 你的状态是否保持良好 其实 所有的这一切 包括 你是否能够得到很好的活动 你的睡眠状况是否很好 可能都是影响的因素 那究竟应该从哪里开始呢 在我看来 一个真正能够 让自己年轻的人 能够让自己 一直保持着年轻状态的人 首先 有一个最关键的 那就是这个人 非常的爱自己 爱自己 不是指那种自私狭隘的爱自己 爱自己 是指珍惜 爱惜自己 是指不随意的让自己受委屈 不随意的去让自己 属于超负荷的状态 不随意的让自己 处于那种 高压的状态 所以 女孩子 是许许多多的人 在她的一生当中 回忆的一段最美好的阶段 但是 一个女性 她能够享受多久 作为一个女孩的乐趣 我把女性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叫做女孩子 第二个阶段 就成为了女人 第三个阶段 就变成了一个女的 我走在大街上 也看到很多的女性 我觉得当我看到她的时候 我只有一种感觉 就是这个人是个女的 很多的人 很快的就从一个女孩子 变成了一个女人 不再会撒娇了 不再会耍赖了 不再会花枝招展 不再会享受那些 作为一个女孩子的乐趣 而是 把主要的精力 放在孩子 放在家庭 然后 偶尔 也打扮打扮 也穿着穿着 也讲究一下身材 多多少少 还能算是个女人 有些风韵 可是这样的日子 时间也很短 很多的人 在很短的时间 就走过了这个阶段 从女人 就变成了一个女的 你怎么看 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你认得出来 这是个女的 按照某些标准看 的确 它属于女的 可是 除此之外 你不会有任何的感觉 你不会因此感到心动 你不会因此想要多看一眼 女性的这样的一个末日 对很多的女性来讲 真是一个末日 然而是谁造成的呢 并不完全是这个女性所造成的 当然她是罪魁祸首 很多的女孩子 在没有恋爱之前 哎呦 多娇贵啊 男孩子要摸她的手 很难的 摸那一下 对很多男孩子来讲 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策划 然后呢 经过很长时间的准备 投资 送了不知道多少束花 约过多少次看电影 然后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 找一个合适的环境 悄悄地伸出一个小手指 然后呢 试探一下有什么反应 那种珍惜 那种爱护 来自于这个女孩子 对自己的珍惜 这个女孩子 她不随便 她把自己的那样的一种尊贵 小心地爱护着 她也不愿意随便地 让一个男孩子摸 让一个男孩子抱 让一个男孩子亲 所以呢 幸福就在意 幸福就在意 有人要用追来得到 摸你一个小手指的那一刻 幸福就来自于别人 非常珍惜跟你在一起相处的 哪怕十分钟的时间 愿意坐上飞机 在你们家楼下等待 在烈日之下 在小雨当中 现在 结婚了 可能那个 你的老公 也在楼下 太阳有点大 就开始骂骂捏捏 每天磨磨蹭蹭 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没有时间去等 没人想等你 因为 那个时候你已经是个女的 为什么别人不再尊敬你 是因为 你 不再 小心地 珍惜你自己 我记得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 恋爱的时候的感觉 我觉得那个时候 摸到那一下的手 哎哟 都不敢有其他的想法 停在那 享受很久很久 可是现在呢 我看到很多的夫妻 结婚之后 哎哟 有时候呢 那个老婆从后面 跑过来 抱着那个老公 那个老公一看 就不知道谁的手 回头一看 老婆的 抓起来往后面一扔 去去去 别来吵我 没看我做事吗 没看我做事吗 这句话 讲的多有道理 没看我做事 他的意思是 你算什么 你跟我的事情比起来 你算什么 还不赶快去扫地 这个下场是从何而来 很多女人结婚 在整个结婚的过程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从一个新娘 名称叫做新娘 变成老婆 这是一夜之间 马上换了称呼 本来是新的 都改成了老的 老婆 很多女人结婚之后 不再那么矜持 不再那么羞涩 以前 没结婚之前 别人 看他一眼 看到那个胸 他会害羞地躲起来 然后 很不高兴的样子 可是呢 结婚之后呢 我看到很多女人呢 经常呢 关着板子 在房间里 窜来窜去 甚至上厕所门都不关 他开始 亲见自己 他开始随便 他开始 不再把自己当成宝贝 因为他嫁出去了 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一个人 怎样才会保持年轻和美丽 保持的意思是 一直用心的保护和维持 用心 来自于你对自己的期望 来自于你对自己的高要求 来自于你珍惜自己 你才会去做的 不是靠美容 不是靠营养 当然那些是有用的 但这些有用的技术之前 你先要学会 真正的真爱自己 我经常讲 女孩子嫁人 说到底 我不认为 她真的是在追求幸福 我发现很多女孩子 嫁人的动机是有问题的 我经常听到 吵架的夫妻 恋爱的小两口 那个女孩子经常讲一句话 说那个男孩子 不负责任 这是现代女性讲的最多的话之一 不负责任 当初 看我那一眼 贼溜溜的 想尽办法把我勾到手 之后就不负责任 问题是 谁该为你负责任 难道多看你一眼 就要为你负责任 难道那个人说爱你就要为你负责任 那以后 我看没有人敢说爱你 再说了 就算他想为你负责任 他可以为你负什么责任 心情是你的 身体是你的 快不快乐你决定 生不生气你决定 吃饭的速度你决定 喝多少水你决定 谁有办法真正为你负责任 我想一个女孩子要想终生都感觉到自己充满活力 感觉到自己年轻健康漂亮 最重要的是首先从心态上转变过来 不要再找谁去负责任 死了这条心吧 不要对谁抱有希望 痛苦就来自于你对别人抱有希望 但别人不能满足你的希望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痛苦 所以女孩子 真的 我希望你感觉到你终生都没有嫁给谁 尽管你拿了一个合同 盖了一个红戳子 那只是代表你有了个棒 有了个棒 这个棒会扶持你一把 但是路还是要你自己走 这个棒呢 会陪伴你说说话 但是开不开心 还是由你决定 所以我希望中国人把嫁人 这个字把它去掉 女孩子以后长大 不要嫁人 顶多是找个朋友 找个伙伴 不要嫁人 因为嫁人这个词很容易让我想起来叫做嫁祸一人 因为很多的女孩子 你有没有发现 她没有结婚之前 她非常认真打扮 她非常认真的对待自己 她也非常认真学习 她有自己的朋友 她懂得去游山玩水 她有独立的生活 她懂得去工作 她有独立的事业 可是很多人一嫁人之后 天哪 她就觉得找一个人负责任 有人现在负责任了 所以就叫嫁祸一人 就把自己应该负的责任 嫁给别人去负责任 结果有一天 发现别人 虽然负了责任 可是不是样样都满意 有些做得不够好 这个女性呢 就感觉到很痛苦 感觉到被人甩了 被人欺骗了 说真的 没有人骗你 只是当初那份合同 签下的时候 你没有注意看 那个合同并没有声明 它可以让你 每一刻都快乐 每一刻都照顾好你 那个合约 只是告诉你 你有了一个伴 各位 我想 如果我们真的要很好的 让自己的生活 时时刻刻都那么美好 我们一定要开始 学会一种思维 那就是 无论是男人 还是女人 都要学会的一种思维 就是永远 不要找别人负责任 也不要指望别人 可以为你负责任 就算有人想为你负责任 挺身而出 你都应该战战兢兢的 当成一个礼物收一下 随时找个机会还回去 不要感觉那应该是属于你的 幸福就来自于 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 当我们不再对别人抱有希望的时候 我们就会突然之间感觉到 原来一切都在我自己手中 当你不停地学会 为自己负责任的时候 你的能力就会提升 你的水平就会提高 你的自信心会增加 你的成就也会不断地提升 因此你会上方出自信的光满 你会感觉到那一种成熟 成长的魅力 我相信 当我们来谈健康医生 美丽医生 年轻医生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开始 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我们来学习 是否还有一些方法和技巧 可以让我们有更好的身材 更美好的皮肤 摸起来光光滑滑的 海牙那么舒服 有更好的这种精力 体力 活力 所以 当然 今天 我们除了 来跟各位沟通这样的一种心境 我们还是会教会各位很多奇特的方式 来保护你的健康 不过呢 我依然觉得 我依然觉得 我要在人的对自我的认知上 再有一个强调 再有一个推动 因为 我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 那种美好的女性的人 我觉得当看到她们 那样的一种优雅 那样的一种温柔 那样的一种自信心 那样的一种懂得自重的那种感觉 我都会觉得 我们努力 很有 乐趣 因为男人的努力 其实多半就是为了讨那个女人的繁星嘛 保持 对自我的一种肯定 对于女孩子来讲 这就是年轻的秘诀 保持 那种新鲜的 美好的 单纯的 羞涩的 撒娇的 那一种女孩子的心境 无论你今天是30岁 40岁还是50岁 你都应该保持这种心境 只要你还是个女人 那至少还应该会撒娇 可是我发现很多的女性都已经不会撒娇了啦 很多的女性坦白讲都忘记掉自己是女性 只能说是个女的 所以 这是第一个 就是在意 每一个女孩子 不管你是恋爱 还是结婚 还是结婚多少年 从今天开始 学会不要随便 学会用心的经营自己 学会像你当初是个女孩子那样的时候 盯着那个镜子 哇 多一个豆子 多一个青春豆 都那么在意 头发开刹 就那么在意 而不是像很多人今天 反正觉得自己都是个女的了 反正嫁都嫁了 孩子说不定也生了 反正都已经是个小垃圾了 干脆找个地方到 找个地方犯算了 结果我相信 很多的这样的人 已经很久没有好好 在镜子里面看过自己 我就在想 这样的女性 你凭什么要求你的老公 对你忠诚 她每天看到你的时候 觉得像看到一堆垃圾 看到一个皱巴巴的东西 想亲你都不知道 找哪一块地方干净 你想想她怎么爱你 她只能凭着她受教育的那一种道德观 坚持陪着你在一起 而她对你的爱 她对你的爱 早就已经不见了 这样的家庭 不是一种幸福 只是将就的维持 实际上呢 保持一种对自己的高要求 最后一样的准备 才可能从你到外 从服装到发型到皮肤到身材到化妆到饮食 才会一一的都去用一份心 这一份用心的积累 这一份日积月累所带来的美好 才可能帮助你到了四十岁五十岁 都依然保持那样的美丽的分采 可是呢 我看到的恰恰相反 大多数的人 在没有嫁之前都很认真 嫁之后 瞒着赚钱 瞒着工作 瞒着家庭 瞒着孩子 很多事情都很重要 就是自己不那么重要 很多事情都很紧急 就是自己不是那么紧急 我看到很多的女性 今天逛街 买品牌服装 逛好几条街 买服装 逛好几条街 买双鞋子 很认真 可是呢 对自己吃的早餐 随随便便 对自己吃的午餐 随随便便 甚至还学着抽烟 然后熬夜 然后吃些垃圾食品 他不知道 无论你买多好的衣服 如果你本身的健康 你本身的底子有问题 再好的衣服穿上去 都是那么难看 都是那么庸俗 导过来讲 如果你能够让你的健康 保持在最佳状态 让你的肤色 还是如此干净银衬 其实呢 穿什么衣服 都是那么美丽 尤其是当你年纪 越来越大的时候 如果你的皮肤 还是这么干净清澈 坦白讲 你穿的衣服越粗糙 人们越觉得 你简直是个仙人 因为你完全不需要任何服装的点缀 就能够呈现出你的气质 那个才是真正的美 我看到有不少的女性 真的有这样的风采 然后我们去国外也看到很多的女性 到了五六十岁 哎呦 还是那样的 懂得生活 那碰到这个美丽的这个帅哥 还是一样会抛媚眼 哇 享受生活嘛 就是这个样子 对吧 所以呢 我认为呢 很多人呢 我们要学会 从在意一些琐碎的东西 到导过来 从在意自己 本身的健康 本身的状态 本身的充沛的体力 然后再透过化妆 透过镯妆 透过肤色 透过这个 整个的这个美容技术 再使自己锦上添花 当然 我更认为呢 我更认为 在你开始寻求 这些健康的这些 方式 方法之前 我们还需要呢 帮助大家呢 去给自己定一个 整个生活的规划 我认为女孩子 有三件事情 这是这一生当中 最重要的 有三件事情 是这个一生当中 最重要的 第一件事情 因为这三件事情 决定了你的气质 决定了你的味道 决定了 你在这个社会 别人看待你的时候 心中所产生的那份感觉 这三件事情 第一个 就是你的眼界 也就是说 你到过多少个地方 经历过多少的事情 坦白讲 一个女人 如果 她能够经常到世界各地去旅游 能够去品尝 不同的分属文化 她根本 她根本就不需要 要求自己有气质 她一定就会有气质 在各种各样的文化的心涛之下 在增长见闻 拓展见识的那样的一种 眼界 心胸之下 她的气质自然而然会好 就算不化妆也会好 可是很多的人呢 他们赚来的钱 他们会买衣服 会专修房间 会在那个地板上 认真的插呀插呀插呀 却不懂得如何插去心中的尘土 却不懂得如何放下自己成就的包袱 不懂得展开自己的视野 到世界去感受生活 去熏陶 去培育 我觉得一个女孩子 只要她愿意去增加自己的见闻 这个人无论如何 就算长得不好 你跟她待在一起都觉得有味道 可是一个人如果毫无见闻 毫无精力 就算长得很漂亮 你待在她旁边都觉得很无聊 就算漂亮都很吸引你 你也顶多想占点便宜 然后都把它扔掉 是吗 可是如果你有思想 你有品味 你有气质 我告诉你 任何一个男士待在你身边 无论你在哪个年龄 他都会觉得你值得他追求 你值得他把你珍惜作为一个朋友 第二个呢 我就觉得呢 女性要想让自己终身都能够保持那种状态呢 就是一定要不断地增加自己去培训 去学习的机会 你不一定要学成一个什么经济师 学成一个什么设计师 学成一个画家 学成一个音乐家 不一定要 但是 这就是你的一种精神食量 无论你今天工作生活压力有多大 你都还是可以听音乐 你都还是可以参加一些社团的活动 你还是可以去接近一些 在各行各业有着一定的人力水准的人 在他身边耳鲁木栏 去培育 去学习 成长你的内在 由内到外的美 才是完整的 而第三个呢 我就认为 每一个女性 都应该 要想办法有自己一点的私房钱 有一些属于自己掌控的经济 可以让自己去花的钱 我认为人生富有的真正目的 在我看来 赚钱的真正意义就是 让我们拥有更多 可以去品尝不同生活的机会 钱是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去尝试 去冒险 去体验和去经历 多了一些钱 我们可以尝一尝 1850年的红酒 1848年的红酒 如果少了一些钱 我们只能够喝旁边的 青岛的某个地方的酒 当我们有了一定的收入之后 并不是要把这个收入 买房子买车子 才代表我们富有 而是我们透过这个收入 去换来我们可以去经历的人生 你可能可以尝试开个书店 你可能可以尝试开个酒吧 你可以尝试一下开一个网站 管他事成事败 总之呢 他历练了你的人生 每一个男孩子都会尊重 会自己做事业的女人 可是很多的男孩子都干了另外一个错误的事情 就是一旦他征服追求到这个女孩子之后 他的那种自私的本人又产生 他就让那个女孩子放弃自己的事业 放弃自己属于自己的天空 然后为他去牺牲 本来这个男孩子他可能只是希望那个女孩子多陪伴他 多一些时间和精力 但是却没有意识到 一旦一个女人失去了自己的天空 他就不可能美丽 因为他只是成为你的一个附属品 所以这是女性的三个重点 让自己能够不断地学习 让自己能够开拓眼界 让自己能够多些精力 另外一个呢 我认为女性呢 还应该有三个关键的地方 这三个关键呢 让自己活得幸福的三个关键 第一个 就是要有独立的自己的事业 他才能够保持你独立的人格 他才能够使你始终活得有尊严 哪怕你自己的事业 不见得非常大 可是呢 他可以让你保持一种成长 一种要求自己 去进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有自己的事业才会做到 而聪明的男士 就要懂得让自己的女孩子 让自己的宝贝 能够去做一点属于自己的事业 首先他有自己的事业 就不会经常查一查 你生根半月去哪了 对吧 瞒得想不起来这件事情 第二个呢 他有自己的事业 就不怕你 对他不负责任 因为他对自己负责任 你的压力也就不那么大 第三个呢 你们坐在一起谈话的时候 至少有共同的语言 而不是谁在支配谁 再来呢 我觉得女性的第二大问题呢 就是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爱好 很多的女孩子 之所以活得很无聊 觉得很单调 非得抓那个狼孩子 陪在身边的原因 是因为 她自己没有办法打发时间 她自己没办法让自己开心 她自己没有任何的爱好 所以她只好把她的狼人 关在她的身边 陪着她讲一些无聊的话 女孩子 哪怕你学习收集邮票 哪怕你学习收集古董 哪怕你学习欣赏音乐 哪怕你学习去拍照片 哪怕你学习画画 哪怕你学习玩电脑 甚至你喜欢玩游戏 都没有关系 我觉得一个女人 至少要有属于自己的一些爱好 稳定的爱好 你就会活得很充实 不会去依赖别人 第三个 我觉得每个女孩子 要有自己的生活圈 这本来在你恋爱之前都有的 哪一个恋爱中的女孩子 敢说自己 什么爱好也没有 什么兴趣也没有 什么都不懂 那谁还追她 追个傻瓜回来 哪个恋爱中的女孩子 不是都钻得好像很有品味 然后钻得会欣赏音乐 钻得认得这个什么 列夫托尔斯泰 什么托斯托尔 什么司机之类的 我觉得 钻也得继续钻下去 哪怕只是钻一点 还得继续钻 因为呢 这至少使得你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所以呢 这是在我们 谈到年轻一生的一个关键 我认为最大的关键 在我过去的这么多年的经验看来 我真的认为化妆啦 妇妇啦 营养的都只是一份知识 但是最关键的在意 一个人要有想要年轻的动力 只有 只有热爱生活的人 只有珍惜生命的人 珍惜自己的每一根手指 每一块皮肤 珍惜自己的每一个毛孔 珍惜自己的人 才会懂得成长 才会懂得努力 才会显现成年轻 当你 没有这样的一种精神 你把注意力转移到什么 爱你的老公啦 爱你的孩子啦 少来了 你别以为你是什么好人 爱孩子 代表什么 代表你自己可以不再努力 不再学习 而是每天回家跟孩子说 你考试考得怎么样 你有没有好好学习 你上学有没有拿第一名 他本来他要努力 他要成长 他要学习 他要进步 他要到各地去参观 去增加眼界 他都不再有这种要求 他改另外一个工作责任 就是每天问孩子 你考得怎么样 上课有没有听话 起梦考啦 妈妈就不去玩啦 不去跳舞啦 不去生活啦 不去跟别人在一起交流啦 妈妈陪在你身边做作业啦 你以为你多了不起 你以为你这个叫爱 坦白讲 你无非自己偷懒 不想干什么活 所以在旁边当个监工 真的啊 你以为你真的那么伟大 伟大要有伟大的突然 伟大要有伟大的力念 伟大要有伟大的胸怀 你丝毫没有这些力量 没有这些积累 你怎么会突然之间就伟大 生了个小孩就伟大 开什么玩笑 历代这么多的人 经历了如此多的分分一亿 能够被称为伟大的没有几个 你都冒出个伟大的母亲 顶多算是一个伟大的监工 守在旁边 自己无所事事 皮肤越来越难看 肚子越来越臃肿 我心里在想 你老公生更半夜把脚撬到你肚子上 会不会感觉撬到一个肥肥的猪皮上面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听了很难受 我是故意 我想让你明白 如果你不好好地珍惜自己 你迟早会变成这种下场 咱们再说 谢谢大家